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裏是台城的凌城公園 這裏是雙亭街 雙亭街會名稱已有兩個樑亭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 台山人一手一腳用人工畫了三個湖 東湖、西湖、南湖 統稱作凌城公園 台山人統稱人工湖 今天我們過來逛一逛 在這兩個樑亭裏 很方便欣賞一下 兩邊的湖江山色 這裏是南湖 夕陽西夏 黃昏的景色很美 很文人 對面是白鳥酒店 雙亭街的路牌 我先走對面的樑亭 是凌城公園的另一邊 今天我打算走完一邊才一邊 這一集就是上集 我首先在這條小路入邊 走凌城公園的這一邊 然後進去 這條小路 這座橋很有年代感 我在這裏拍到對面 有個阿哥在這裏釣魚 公園的樹很貌密 一過橋的話 正中間有個屏風 現在的口角 在這裏拍到 石獅子 看這個石獅子的樣貌 應該是至少有過百年歷史 應該是古物 不像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流下來的東西 因為風吹雨打,侵蝕得很厲害 原來這個屏風下面是一個涼亭 我沿著這條小路一直走過去 黃昏時候零城公園很少遊人 我估計早上應該是去很多市民做食物 現在公園裡面很安靜 環境很清幽 在台城城中心有這樣的公園 是給市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休閒地方 台山人的驚愕 陳怡熙的時跡介紹牌 這裡有一道小橋 這道橋很古舊 看起來應該是水泥鋼筋的結構 年代應該不會太久遠 對面是一個塔 根據旅遊指示圖 這個塔就叫做秀麗塔 也叫做向秀麗塔 應該是紀念一個在那個年代裡面的一個英雄人物 向秀麗 我們在右手邊的草叢裡 看到向秀麗塔和這邊有一幢橋連著 似乎是向秀麗塔 似乎洞橋和向秀麗塔都在修測 這裡有個休憩長廊 這裡有個竹枝棚架 插上竹枝棚架 你說說 오늘도能堅強 尋一水 鋈一水 就很寬 裡面還有分數 雨 在這裡和深陸 就骨頭長 所以就圍閉著,不可以過去 下面有一幢橋 我走過去看看 這幢橋挺有趣的,圍欄很矮 今天又是在畫面 還有,我可以在畫面 在畫面上看 這幢橋,在畫面上看 在畫面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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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一個像 在畫面上看 在畫面上看 走出外面似乎是一條馬路 有些車在經過 台山圓林酒店 馬路 屬於東湖 也是一個河花湖 不過河是借了 不是欣賞的好時機 如果將來有機會 等到河花盛開的時候 這裏一定是很美的 我打算走回頭 走回去向秀麗塔 沿著這條水泥路向前走 這裏有個告示牌 挺有趣的 鹽禁斬竹筍 有些遊客 看到進來公園 看到生了竹筍 就用刀斬下來做菜 這是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這是什麼 車站在浮廁 唔 街頭 啊 哪 螃蟻 这个画面很有思义 小桥流水 令人想起了周葬 这条桥也很古旁 其实我很好奇这条桥 应该是至少过百年历史 看它的侵蚀程度 虽然仍然是结构 我想应该是文初喜乐的桥 不知有没有网友给你答案 看这个陈旧程度 不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遗留下来的 还有桥的围栏是很传统的 很传统的图案 左边有公共洗手间 走到这里 就刚刚看到石狮子和屏风 刚刚走了一个圈 没错了 凌城公园的这一边 就走完了 另外一边 我们下一集再介绍 拜拜